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康 继续我们的橄榄球世界杯之旅 给大家总结昨天进行的两场比赛 昨天的两场比赛都是强打弱的比赛 法国队对美国队 美国队应该说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 应该说在第一场比赛里边 美国队其实有几次几乎形成打阵 但是在最后的时刻选择了罚球 像有的你比如日本队或者什么的 有罚球的机会我宁可踢出界外 然后争取努力的形成最后的打阵 形成最后的踹 美国队见好就收 反正最后几乎三次 其实他们都有很好的攻到了对方底线的机会 最后裁判判罚球 他们就踢了 上半场应该说美国队抵抗的还是不错的 法国队还跟咱们以往 2011年印象大兔带领的那支法国队 还是有一个差距和距离的 所以说现在的这支法国队呢 我还没看出和威尔士和爱尔兰和英格兰什么的 这些能相提并论的地方 他是一支强队 但没有强到那个份上 上半场打的还挺费劲 12比6领先只得到了一个打阵 当然他那个14号那个黑人选手 那个打左边风的那个还是非常快的 他这个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下半场比赛呢 美国队一上来又获得了一次罚球 打了二多分钟 法国队愣没有得分 一直到64分钟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队赢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 9比12只落后法国队三分 这段时间呢 应该说美国队的英勇表现上 法国队非常的难堪 下半场24分钟25分钟 没得分 然后眼看着美国还追上三分 当时呢有很多人报 哎这是不是要出事 但是毕竟呢 法国队还是强队啊 做了一些人员调整以后呢 很快就把美国队打趴去了 最后的比分33比9 在最后的时刻呢 最后你比如说打65分钟离比赛 还有15分钟的时候 也就是最后15分钟 他们连拿三个打针 美国队呢 还是最后啊 最后时刻给打爆了 整个这场比赛呢 法国队呢 在控球各方面吧 都占据一定的优势 但是在下半场 刚才跟大家讲了嘛 美国队还是打了25分钟的好球 下半场整个美国队的控球 反而占55% 世界禁止法国队 才占45% 这应该说法国队在下半场 有一度吧 二十多分钟 打得非常的狼狈 打得不好 但是整场比赛来说 两个队毕竟实力差距还是太大 最后呢 法国队尽管赢了吧 得到了锻炼队伍的目的 同时呢 拿到了bonus point 该拿到的分数也都拿了 应该说这场比赛呢 值得总结 他还过得去 美国队呢 应该说打的呢 还怎么样 我觉得哥几个够玩命的了 打到这步就还可以了 重点呢 说说全黑队对加拿大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 昨天太晚了 都11点多 我的那个TV老同事 72岁了吧 昨天一直看到离比赛 还有十分钟结束 最后睡着了 他最后十分钟 最后到底打了多少分 他不知道 反正知道肯定是赢吧 他就知道最后还有个十来分钟 他就昏睡过去了 今儿早上一去就跟我说 到底多少啊 我说我不能告诉你 你自己再看去吧 我早晨呢 是到了单位以后 因为我有那个Spark Spot嘛 我在那儿呢 拿手机啊 我在那儿看了多半场比赛吧 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全黑队呢 展现了自己应有的实力 应该说展现了自己 七成到八成的实力吧 全队呢 并没有打的那么特别的玩命啊 那个特别的拼命 没到那个程度 有所保留 你不能受伤嘛 你把对手打极了 对手也弄你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应该说有所保留 但是打的还是蛮流畅 有一度被弃用的那个边风 尤阿尼 他今年他22岁还是23岁 昨天呢 表现的还是不错 不知道在打应对的时候 会不会用他 实际上呢 他还打过七人橄榄球呢 其实那个 我认为那个孩子 是个不错的苗子啊 这个呢 当然主教练有他的看法 这场比赛呢 10号呢 还是那个来自基督城 十字军队 库塞德斯 那个姆安嘎打10号 然后呢 这个 波登巴洛特 去打这个 拳后卫 打15号 四击插上 然后同时呢 也可以参与组织进攻 今天的9号呢 阿兰史密斯呢 他一直有些小伤 没上啊 惠灵顿的那个9号 打的整场比赛 下半场也换一句了 其他的呢 Sandy Bill Williams 他在那天打单飞的时候 他是替补 今天打的主力 状态在恢复 他前一段也有伤 上半场比赛 全黑队28比0领先 拿到了四个达阵 这个呢 一二三 三个达阵 四个达阵吧 第一有一个达阵是 Penalty Try 对方犯规 最后李德抱着球的时候 对方从后边绕过来 扑他 那是个犯规动作 直接给达阵 等于上半场呢 就完成了 Bunner's Point 什么该拿的 也就都拿了 加拿大基本上 也没怎么摸着过球 基本的打的是比较狠的 到下半场呢 基本一样 最后总比分呢 63比0 详细的描述比赛本身呢 这个因为太弱了 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 这里边呢 Muanga有几脚踢 往两个方向 大脚踢 转移 特别是上半场 那个大脚踢向右路 然后呢 这个朱蒂巴罗特 接到球以后 轻松达阵 那个踢的真准 后来呢 得到了解说员 各方面大家的赞赏 重点看的是 这场球呢 有几个花絮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我也是今天后来在那个 因为很多那个 我听体育解说员 都解说最后的那个时刻 大伙儿 乐得都不行了 我说什么那么好玩 我后来因为我看到多一半 我的到点 我得上班去嘛 后来我还专门 把后边的那一段 捣过来 我专门看 把我也乐得够强 全黑队呢 在后场断球 然后呢 一个漂亮的一个穿插 然后波顿巴罗特呢 就拿着球 就开始往前冲 从后场 大概30米左右 开始冲 冲过了中场 一直就杀向对方的底线 当时的对方 有两个队员在追他 因为毕竟呢 巴罗特是长跑 你想跑到后来 他有点没劲 但是呢 对方离追到他 大概还有那么两三步的距离 眼看的这是一个超长距离的 一个达阵 从自己那边跑到你 这边的一个漂亮的达阵 结果就在达阵之前的一刹那 球突然从自己 嘎着窝这 夹着抱着那球呢 结果突然那球 也不知道怎么就飞出去了 然后呢 就跑出去了 掉地上了 那当然就犯规了嘛 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 你这一抱球 你就跑呗 这球他怎么会飞出去的 后来又和那个有一解说有点讲 因为后来那个人家追的那加拿大那个大个儿 那个脚步声音可能比较大 可能巴罗特有点心理压力给吓的 可能是怎么 怕人扑他还是怎么着吧 反正特斗啊 一个精彩的配合 然后杀出来以后 精彩的跑位 跑跑跑跑跑 跑到最后 马上就要倒地达战了 球从自己怀里飞出去了 这事反正最后把大伙斗得 就是引起现场一片的笑声 他自己后来也乐 这里边的乐呢 还不在这场比赛 后来呢 比赛之后呢 这个记者呢 采访了大将李德 李德现在是队长吧 8号李德 这李德呢 也没有更多的说比赛 后来记者呢 也就问了他点 这个家庭的事啊 就说我看到 看台上你父母来看 那个你们比赛来了 对呀 这我父母啊 你想这个我看那个李德的父母大概就六十出头的样子吧 李德长得老 他大概就是三十三四岁 三十四五岁 基本上父母大概也就是个六十多岁 六十出头 这么个意思 但这还不是重点 就是我们家都特别支持我 你看父母 我走哪 人家这个爹妈就跟着哪 看我们比赛 然后呢 我呢 还有俩grandmother 就是我 奶奶和姥姥 都挺好的 俩老太太都九十多了 每次有比赛 不管晚上几点 你像那个昨天全球队比赛呢 都快夜里十二点了 那不管 俩老太太90多老太太也得看 看完了俩人还不断那个联系呢 这个通过电话 通过什么的 俩人还讨论呢 俩90多岁老太太 就是说到这 当然说到最后呢 这李德呢 说白了吧 这个那种感动 说白了吧 也挺动感情的 但是我想这故事呢 讲的也非常有意思 一个队员在前上比赛 这个姥姥和奶奶 俩老太太 当然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在我们纽西兰呢 确实那老太太比老头活的时间一般都长 老太太们的这个女的寿命确实比男的长 在KV那是这样 我不知道在咱们华人这个种族 我觉得也未必 华人这不一样 这个呢 这个阳人那确实是这么个状态 这个一般的最后胜到最后都是老太太 俩老太太酒多了 夜里还爬起来 还看球呢 你啥精神 最逗的还不是这个 给大家说说呢 昨天呢 这个上了 因为这场比赛嘛 他算是一场世界杯的 也是一场重点的比赛嘛 结果在纽西兰的橄榄球历史上呢 出现了一个奇景 你听那解说员就一直 巴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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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承受口令 那么多巴洛特 因为场上有三个巴洛特 他们的位置还都是主要位置 五号大个巴洛特呢 那基本就算前锋啊 就算里边这个摘高球什么的 那主要的那个大个 15号巴洛特呢 是全后全队最后面的那个人 他这就算是后卫 然后进攻的时候呢 他借机插上 因为他在最后 他看得最清楚 哪有缝 哪有什么的 他最明白 那个呢 又需要有单兵防守能力 昨天他扑了加拿大一个 加拿大打破了一个 马上就要搭阵了 他特别有经验 先搭住你肩膀 然后怎么样把你放倒 你身体要强壮 然后呢 踢的时候呢 你还能搭脚 基本上踢队方向 传球的时候 你还要能组织 所以15号这个角色 一般在一个队里边来讲 都是全队几乎是水平最高 综合能力最强的一个队员 打15号 原来呢 全黑队那15号是相当不错的 那个Israel Deg 那个Deg打的是相当好的 身体各方面都非常棒 可是伤病啊 最后伤病把他给陷着了 现在巴洛特呢 原来他打10号嘛 因为现在觉得那摩安嘎 打10号比他更合适 那你来打15号 我觉得这会成全的 他是天才的15号啊 我认为他打15号 比打10号打的棒多了 他也一米八几大个啊 另外14号边峰是朱迪巴洛特 等于场上撒巴洛特 今天呢 是这个班 先是朱迪巴洛特 打阵成功 然后是大个5号巴洛特呢 有一次闪进去了 冲进去了 最后把球也给扔了 也掉了 弄了一大红磊 后来他下半场 终于呢 也完成了一次打阵 然后呢 最后那15号 那个波顿巴洛特呢 也完成了打阵 等于在历史上 亲兄弟三人都在场上 都在国家队 这本身就是历史 然后都同时打一场比赛 这也是历史 在场上都拿到了打阵 这在世界整个橄榄球历史上 这就是一段佳话 这个没有过 我问了问我们老KV同事 说南非啊 还是阿根廷啊 以前有三兄弟在场上的 但你向他们打的 这都能打阵 都能都能得分 那都不一定了 纽西兰的 以前兄弟二人的 大概有那么四五次 但是兄弟三人 同时在场上 而且都打关键位置 而且都打得不错 这个就太不一般了 这个就太不一般了 所以说呢 这个呢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段佳话 后来我查了查 我说这巴洛特 他们哥萨里边 谁岁数最大 看上看那五号 长得最老 有点像他最大 后来我查了查 还不对 这一家子呢 还不是哥萨 还有一大哥 那大哥呢 叫Kin巴洛特 他呢 已经退役了 他现在就改教练了 当教球呢 他是 是Taranaki 是那个 牛普里茅斯那边的 原来在那边打 打那个城市的时候 代表牛普里茅斯 打那个Taranaki 咱们那个 纽西兰内部的 那个联赛 NPC联赛 这边是奥克兰 然后咱们还有个 North Harbor 北岸队 什么的 是那个联赛的 还有 曼尼康 曼尼康队也有啊 这都有啊 原来那个 那个咱们现在全黑 那个Blue的主教练啊 还当过 那个曼尼康的主教练啊 那个Kin呢 已经退役了 他是91年出生的 91年出生 现在289岁了 那到岁数了 他退了 原来的10号 现在打15号 那个Botin巴洛特啊 这是全黑队的重将 他呢 是92年 他是老二 他呢 还还 现在正当打 26 27嘛 他正在当打 然后呢 大个呢 是94年 等于掌特老 这这打5号 那大老个子 他今天他25岁 他是老三 然后这个边峰 朱迪巴洛特呢 他今天他22岁 他是家里的老妖 他最小 这里边中间呢 他们家一家 还有一个妹妹 那个妹妹 咱就弄不清楚了 到底在中间哪 咱们就不知道 一家四个著名的 Rugby运动员 这全黑队的钱 不够他们家一家挣的了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全黑队 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假话 而且三个个个是好手 我相信那个朱迪巴洛特 就现在的昨天打14号的 这个小孩 其实他打14号有点 不太合适 因为他速度并不是那么快啊 还得找一个那种斐济的呀 或者是那个的 还得是那种选手 但是朱迪巴洛特 等他哥 他二哥退役以后 他会是未来全黑队 打15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手 他在惠灵顿呢 他就打这个位置 他打的是相当好的 所以这一家三兄弟 三兄弟就把这个加拿大 就会办了 都有打阵 这个老二 老三和老四 大家记住啊 这包阵巴洛特是老二 大个五号是老三 然后呢 朱迪巴洛特是老四 他和他们岁数差的稍微多一点 所以说呢 今天呢 给大家总结这几场比赛 其中呢 给大家说一点这个花絮 这几个人都是国家队的主力 我相信呢 在后面的比赛里面 他们会多次 这哥仨一块 并肩膀上场 这个上阵亲兄弟嘛 其他的那些各队 有他们好瞧的 就这哥仨 你就挡不住啊 这这确实是厉害 然后呢 明天有两场比赛 哥鲁基亚队对斐济队 爱尔兰队对俄罗斯队 哥鲁基亚队 斐济队这个比赛有点意思 哥鲁基亚身材高大 特别凶猛 就会那几招 但是一力详实会 斐济队呢 也是身体高大 也是力量特别大 但是他比哥鲁基亚 跑的比较快 这场比赛呢 我认为斐济队有一打 我认为斐济队有可能 哥鲁基亚这个 我这瞎说呢 这已经现在打完了 今天这个 因为咱们今天录节目 时间比较短嘛 这个已经结束了 最后斐济队45比10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因为刚才我准备别的节目呢 这个我没有看这个比赛 跟大家抱歉 另外呢 今天晚上还有最晚的这场比赛 爱尔兰队俄罗斯的这场比赛 明天再给大家点评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 感谢观看